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最近都教大家做暖暖的料理 因为天气的关系又湿又冷 所以这时候来暖暖的热汤 吃起来都会很舒服 今天这一道料理是应用了我们的有机厨米面条 它是新上架的 它有分两种 一个是有机白米跟一个是有机糙米 这两种 像这样子我都会先看一下 它背后会讲说怎么煮 比如说要煮多久 它的料理要注意的 我们的有机纯米面条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煮的这个米汤 它是还可以拿来应用的 跟我没般煮 用面粉做的面条 那个是不一样 那个可能就会倒掉了 这个是米汤 所以你还可以拿来做成汤面 或者是做成汤 我等一下会示范给大家看 次我用的是洋葱跟结瓜 还有牛角肉 因为洋葱跟结瓜 它需要比较多的油 下去炒 同时也因为油 可以让它的止痛性维生素 帮助我们吸收 所以像刚刚我就 倒了比较多一点的油 我调这个味 我就稍微再用一点海盐 因为我要变成是汤里面的料 所以味道就会稍微重一点 然后就把牛角肉放下去炒 一包牛角肉这样差不多 然后这道料理 我一样有用到生抽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生抽跟麻糕 那你看生抽的那个罐子底部 它会有一些沉淀物 我这一瓶已经放了两年了 所以它也已经是老抽了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 我就稍微把它摇一摇 记住不要直接在你的锅子上面倒 因为这样子热气蒸气 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你手上这一瓶生抽 所以我都会把它另外倒在小杯子 或者是这样的小盘子 然后再倒在你的料理锅上面 对于生抽或酱油类的 都是这样使用 这样才不会让它发霉 破坏到它 然后记得冰在冰箱 转台回来这个米面条 有基层米面条 它先把水煮滚之后 再把米面条放进去 大概中火煮6到7分钟 在煮的过程 我就先把我的石锅摆好 然后把我刚才炒好的牛角肉放上来 会运用到我们这次年货预购 大家有买的眷春辣渣 因为这样的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看到米面条 它很晶莹剔透 而且口感吃起来 我觉得更细致 它比较嫩 所以牙口不好的 或者是喜欢吃比较软一点 面条的人 其实你可以买这个米面条试试看 这个米面条的汤里面 因为那个汤是米汤 可以在用的 所以我就把它在里面煮了水泼蛋 再把这个米汤 倒回来我们这一个石锅里面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汤面 加上我们的眷春辣渣 还有我们现在当季的葱 现在当季的葱味道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